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人们就对来自太阳的光速感到非常好奇 究竟光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呢 德国的科学家科普了相信光速是无限的 因为在一个一无所有的空间里面 光是不会有任何物质可以去阻挡它的情境 而迪卡尔则相信光速是瞬间传递 是一个无限大的值 但是且略略并不这么认为 且略略相信一切的推理都必须经由观察 还有实验而得来 这样的想法也间接地影响了许多后代的科学家们 像是1676年的罗牧 1849年的飞佐 还有1879年的麦克森 1676年科学家罗牧 是首位以木星的Io卫星观测出光速的科学家 他记录了卫星通过木星引擎所需要的时间 这颗蓝点就是我们的地球 他发现在当地球公转至A点时 所测得的周期会相较于B点时还要来得更短 所以聪明的轮目就让光夺走的AB这段路途 除上A点和B点所测得的周期仓 进而就推算出了光的速度了 1849年科学家飞佐对光速有更深一场的探讨 并开始筹备它的实验 它是S点光源发出的光 经由L1的透镜会聚在G的半渡影平面镜上 再经由齿轮还有L2 L3的镜面形成平行的光 将光反射至于平面镜上 再以相反的方向进入观测者的眼中 当齿轮以慢速度转动时 观测者是看不到返回的光的 因为光从齿轮到达平面镜 再回到齿轮时会被下一个转进来的齿轮所挡住 但是我们只要将齿轮的转速再度的调快 那么观测者也就能看到返回的光了 飞佐所测出的 以上的公式是这样子 我们将一秒钟除上两倍的齿轮齿速 乘上一秒齿轮所转的均速 进而就推算出了光的速度了 飞佐所测出的数值虽然比螺幕还要更为的精确 但是离正确的数值还是有一大段距离可言的 若要说测量光速最准确而且最有名的例子 应该就是麦克森的实验莫属了吧 1879年麦克森使用了快速旋转的八角镜 取代了飞佐实验中的齿轮 当八面镜静止的时候 我们调整平面镜的方向 使光得以反射到35公里之外的 那个平面镜上 再相反的方向进入观测者的眼中 当八面镜再次转动时 如果在光来回的时间之内 八面镜正好转了八分之一圈 那么观察者也就能看到返回的光了 听完了前人介绍光速的故事 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高中生 又是如何测量光速的吧 新北市立新庄高中的学生 将美味可口的巧克力片 放入没有转盘的微波炉微波 借由观察微波时 所产生的助波现象来观测光速 当波形成建设性干涉时 波覆处会有较大的能量 而此处的巧克力也较容易被融化 我们只要借着观察巧克力两点之间的距离 就可以得到二分之一浪大 再乘上微波炉的频率 就可以得到光速咯 听完了前人测量光速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光速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贡献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一公尺 就是光行走四分之一时间的距离哦 因为光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作为长度的基本单位 是在合适不过了 假如没有了前人 没有了潜力量 那么我们现在可能还是无法了解 光速到底是不是有限的 那么也就无法去定义长度的基本单位 如果在科学的世界中没有长度的基本单位 那么各国的科学家是无法沟通的 所以假如我们在生活中有遇到任何的事情 可以借着自己所学到的知识 还有实验的基础来帮助自己找到答案 并为科技贡献一己之力 并创造出更先进的科技 以上是我们的参考资料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红队 接下来我们要请白队的提问者 以及红队的答复者上前就定位 请提问者在提问之前 先告诉大家你要问几个问题 谢谢你们的软讲 我要问两个问题 你们刚刚在介绍 介绍到了麦克森跟菲佐的实验 那么我们知道麦克森测的比较准 那么麦克森它是用八角镜 那菲佐它是用齿轮 那么请问用八角镜跟齿轮 八角镜改善了哪些菲佐测量到的无差 谢谢 感谢你的提问 现在我先来为大家分析 菲佐的实验和麦克森实验的优缺点 菲佐的实验它选择齿轮 以一个个的齿和齿缝来测量 方便测量时间 不过菲佐它的实验上的缺点就是 它的齿缝如果较大 光稍微偏掉 依旧可以到达观察者的眼中 所以实验上面就会有所误差 而麦克森的实验它的优点是 它选择以八角镜 八角镜上面是平面镜 因为平面镜稍微偏掉 光的反射就无法进入观察者的眼中 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实验是有误差的 我们就可以重新测验 测得较精准的光速 谢谢 好 我第一个问题是 你们刚刚投出的微波炉测光速的投影片 那么就是微波炉它 你们会看到可能就融掉的点 那么你融掉点它因为我们 融掉点它有可能是 Z方向的偏正的微波 跟也有可能是Y方向偏正的微波 那么你怎么判定 它哪一个跟哪一个是Z方向 被Z方向祝福融掉 那哪些是Y方向祝福被融掉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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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你的提问 其实它在他们新北市立新庄高中 他们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呢 他们有把巧克力块放在微波炉的那个波源处 先去观察它的微波到底是这样子垂直的还是水平的 就是水平方向的 他观察它巧克力融掉的就是方向呢 其实它的波源是这样子垂直就是发射的 所以呢 它藉由它这个实验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 它的波的波是 这个方向的 嗯 谢谢 好 谢谢 红队 接下来我们要请白队的发表者进行发表 大家好 我们是傅建中 我们这组的主题是人类是如何发现光速是有限的 光速 光速这个词大家都耳熟能详 但是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显而易见 我们点燃一根蜡烛之后 蜡烛的光就马上照亮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光究竟是无限快呢 还是它确实有一个速度 它的行径需要时间可以让我们测量到 支持光速无限快的有这些人 雅里斯多德 克普勒 还有迪卡尔 雅里斯多德认为 我们人的眼睛睁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眼前的评审老师 还有千里之外的星辰 但是如果我们 如果光是有限的话 我们岂不是会看到 我们岂不是会看到 先看到近的东西 远的东西才慢慢浮现吗 克普勒则认为空间之中 并没有任何阻碍光运行的事物 如果空间之中有任何阻碍光运行的事物的话 光岂不是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最后停下来吗 既然空间之中并没有任何阻碍光运行的东西 那么光速就应该是无限大才对 迪卡尔则认为 如果光速有限的话 我们在月时的时候 就会观察到错位的现象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并没有这样的现象 迪卡尔并没有观测到 于是迪卡尔认为 光速应该是无限快才对 跟他们持不同意见的 有以撒贝克曼还有切利略 他们两个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发想出两个非常类似的实验 我们举切利略的实验做例子 切利略与他的助手 站在两个摇摇相望的山头上 切利略首先 向他的助手发出一个信号 当他的助手看到这个信号之后 再回传一个信号给他 切利略是这样想的 当他看到来自他助手的信号时 应该就是光走一个来回的时间吧 可惜 光速跟人的反应速率实在相差太大了 以至于光走一个来回的时间 在人的反应时间面前 是可以被省略忽略掉的 于是切利略他们就只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哦 光速真的好大啊 然而这样的实验 对我们测量光速 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于是我们继续寻找 更加精确的实验 1676年的时候 奥勒罗末提出 用观测木卫衣食的方法 来测量光速 什么是木卫衣食呢 右边的是地球和太阳 左边的则是木星 还有木卫衣 太阳造成木星 会形成一个阴影带 而木卫衣沿着它的轨道行进时 潜入木星的阴影带 被地球所观测到 我们就称作木卫衣食 这个时候奥勒罗末觉得奇怪 木星 木卫衣造型 木星行进 不是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周期 才对吗 为什么我们观测到的 木卫衣食 会忽短忽长 间隔时间会忽短忽长呢 奥勒罗末就提出了一个观念 来说明它 那就是光速有限 欸 光速有限 这样那就说得通了 你看上面那个图 地球离木星比较近 我们只需要A秒钟 就可以观测到 木卫衣食的发生 相对于下面来讲 木卫衣食等于是 提前了B秒钟被我们观测到 只要地球一直在 慢慢的靠近木星的话 我们观察到 木卫衣食的时间 就会一直提前 一直提前 反之 地球如果正在远离木星的话 我们测到木卫衣食的间距 就会比我们平均所测到的 来得长了 奥勒罗末根据这项观察 把它测出来的光速 大概是2.4乘以10的 八四方公尺每秒 跟我们现在 所知道的光速非常 相差非常大 但是那是因为 当时的天文数据 仍然不够准确的缘故 只要我们带入 现在所知道的天文数据的话 就会发现 欸 这个实验 确实是可行的 带进去之后 跟我们现在 所知道的光速 相差不到百分之一 在奥勒罗末之后 在地面上 做实验的物理学家 也提出了 一连串的实验 想要来测量 光速究竟有多快 我们举麦克森的实验 当例子 麦克森的实验 装备包括 一个八角柱形的镜子 还有两个平面镜 两者之间 相距了35公里远 他请一个人 在镜子的对面 发射出一道光速 同时快速的旋转镜子 如果镜子 在光走来回的时间内 正好旋转到 原始的角度的话 麦克森就可以从 镜中看到像 但是如果镜子 并非旋转到原始的角度的话 光就不会往麦克森的 方向反射 如果麦克森想要 从镜中看到成像的话 光走一个来回时间内 镜子必须旋转 八分之一的整数倍圈才行 我们只要调整 镜子旋转速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观察 我们就可以 算出光速究竟有多快 麦克森的这个实验 测出来的光速 大约是2.99796乘以10的 八四方公尺每秒 比上一个木威一时的实验 又再更接近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光速了 在提到下一个实验之前 我们先谈谈 马克思维跟他的方程式 这些方程式 可以用来描述 电磁波的特性 经过计算之后 马克思维发现 他算出来的电磁波数 大约是3乘以10的 八四方公尺每秒 跟我们所测的光速 好接近啊 于是马克思维就猜想 光会不会是一种电磁波呢 而这项猜测之后 被赫兹所证实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光是一种电磁波之后 科学家就想 诶 我们测量其他电磁波的速度 就跟测量光速 有一样的结果嘛 于是科学家就利用 他们就利用一个空腔 在让微波在空腔里面 产生铸波 由于铸波的节点跟节点之间 正好是2分之λ的长度 我们只要透过测量节点的数量 我们就可以知道 微波的波长究竟有多快 再乘上我们已知的频率 就可以知道 微波的速度 也就是光速 我们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 这个简易的版本 实验设备包括 把起司切成条状 还有自己家里的微波炉 请看VCR 大家好我是崇利 我现在要演示的是 用微波炉测量的方式 我们先把起司切成条状 再放进微波炉里面 观察主播的现象 就可以测量微波的波长 把起司从微波炉里面拿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 我们在起司上 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 节点跟负点之间的差别 我们的实验结果是这样子的 我们已知 微波炉的频率是 2.45乘以10的9四方赫兹 乘上我们测量出来的波长 大约是0.1165公尺 我们算出来的光速 大约是2.854乘以10的8四方公尺 每秒 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光速相比 大约有5%的误差 而这是科学家们利用空腔所测出来的光速 大家都说三个臭皮匠可以胜过一个诸葛亮 然而我们三个臭宅男是输给了科学家了 1983年之后 我们已经知道光速的精确值 诶 等等 我们做实验再怎么精准 也不能说它是一个精确值吧 那是因为 我们已经把距离用光速来定义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那是因为我们相信真空中的光速是一个不变的常数 比我们之前用钟摆的长度 或者是地球的周长来定义距离 要来的可靠多了 这也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再也不需要 那个光一秒钟可以走多远 再也不会困扰我们了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白队 现在我们请红队的提问者 以及白队的打覆者上前就定位 请红队提问者在提问之前 告诉大家你要问几个问题 谢谢你 附建中精彩的演讲 那我今天有两个问题 要问附建中 那第一个问题 在飞佐的齿轮转动 测量光速当中 为而会使用齿轮 来当做测量光速的工具 而不用其他的工具 作为实验的器材 若是你 你会用怎样的工具 取代齿轮 全是这项实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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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们的提问 那我们先解释说 飞佐为什么要使用齿轮 一方面来说 是因为当时的技术 是使用齿轮比较容易 那齿轮还有两个优点 其中一个优点就是 它有比较小的间隔 那比较小的间隔 就可以减少误差 对 好 那 第二个优点是 齿轮可以 一下让光通过 一下子不通过 通过的时候可以观察到 不通过就观察不到 这样子可以做很方便的观察 对 嗯好 然后你的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是我的话 会用什么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麦克森 它是使用镜子 为什么使用镜子呢 那就是因为镜子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你需要照到特别的角度 它才会看到光的一个 那个实验道具 所以也就是说我认为 只要找一个就是光滑的东西 然后它是一个 然后就是它会旋转 然后只有转到特定的角度 它才能让光 跑进观察者的眼睛 这样子就是一个好的实验器具 谢谢 好 红队准备好 就可以问第二个问题 呃 再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 虽然我们对光速有进一步的了解 也测出光速的精确值 对 人们也开始幻想对时空旅行的梦想 那你觉得这个梦想 是否会发生呢 如果可以 我们在实验这个梦想当中 我们会不会 在我们的科技 所无法达成的地方 如果不可能 也请你说明一下 不可能的原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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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 那就是 还是谢谢你们的提问 就是 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里面 是允许这件事发生的 但就我从出塞的书籍里面看到就是 现在比较可行的方 就是我在电影中不可能物理学有看到说 就是 现在比较有可能的是 用虫洞来做 这件时光旅行的事情 那 虫洞里面比较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 你回到创造虫洞的那个瞬间 对这是我在书中里面得到 所以 总结我的看法是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但是 但是那个时光旅行 能够回到多久以前 那是有限制的 那我就把它定在是 可以回到 虫洞做好的那个时间点 谢谢 好 谢谢泰雅战士以及附建中 现在红队跟白队都已经发表提问完毕 好 请问评审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好 请评审举牌 白队四票 红队一票 我们恭喜白队也 谢谢红队 谢谢红队